除了国际赛事 台湾的全中运也从4月延到这个月开始举行 7月15号到20号登场的赛事 包含有田径、游泳、角力、自由车还有木球 至于第三阶段是定在7月下旬 登场赛事包含了体操 软式网球、拳击、极剑还有卡巴迪 上连新闻周记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报道 首先要带大家来认识 比较少人了解的木球这项运动了 木球其实是台湾人翁明辉先生发明的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是木球的玩法 有点点像高尔夫球的感觉 他也的确被称为是平民高尔夫球 意思就是球具比较便宜、赛制简单 虽然说门槛低看起来好像也很静态 但是要打得好成为顶尖选手可不容易 要接受非常多你很难想象的体能训练 然后冬天的时候你手还是要伸出来绿球 揪干一挥球成功入门 这项木球运动被称为平民高尔夫 一般你们很难的去打高尔夫球 因为发挥还有场地的问题 所以因为木球是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有一块绿地 你把球门插着 我们就可以很快乐地去享受 这个木球的一个运动 木球是由台湾人欧明慧先生 于1990年发明 欧明慧因为生意忙得无法打高尔夫球 干脆自己发明一项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 而球门造型也很有意思 左右两边是啤酒瓶造型 中间倒挂一个红酒杯 球门柱的设计想法则来自台湾啤酒瓶 此外在聚餐时看到红酒杯 而有了将红酒杯倒挂于球门中间 挥干过门时 原本上下颠倒的红酒杯得以翻转 象征着为选手成功过门喝彩 并具杯庆祝的有趣意义 木球从欧明慧自己玩到亲友玩出口碑 最后成为正式的运动项目 目前国际木球总会已有54个会员国 每年举办十几场国际赛事 也是一年一度全中运的比赛项目之一 节目来到全台成立最久的木球队 内湖高宫 24年来培育出60多名木球国手 目前16名校队成员 只有3名是北部人 其余的全远从嘉义云林北上练球读书 对他们而言练球最辛苦的不是理想背景 而是 要动 平常会跑的10圈20圈 要练体能 跑步啊做重量体能运动 队员口中的练体能就是这一个 从最基本的仰卧起坐 武力挺身 一直到举肝10公斤 大腿负重30公斤等 总共18个体势能动作 一个动作持续50秒 总共得练习三轮 早期碰到学生常常受伤 受伤的位置呢 几乎跟高尔副族 他们受伤位置几乎差不多一样 那背肌这边到我们的全大肌这边 所以开始以后我就在 最早期是先加强重量训练 给他们加强背肌还有下半身的力量 做核心机率的加强 木球运动看似静态 不过比赛球道最短30公尺 最长可达130公尺 回球的瞬间需要爆发力 腰部跟下肢若不稳 球容易出界 腰部也容易扭伤 手标是刻意去处理 动摇子 转秀的时候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下去靠腰挤到球就 差不多到那个位置 像是那种长到 100多公尺就挤到高 就到这边吧 然后下去挤到球就差不多 一趟比赛下来走走停停 总共超过2500步 也需要好体力来提高选手的专注度 最重要的是身体要记住正确的 击球姿势 就是今天打固定好那个动作 然后名声又会忘记 在有时候打球打不到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 因为很难调回去 动作很难再更改回来 自信 然后也要自律 用其他时间再加强练手 木球门槛低 只要有球聚跟平坦的场地 即可成局 也没有年龄限制 有机会不妨尝试 挥甘入门的成就感吧 谢谢大家